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欢迎日历 您好我是周群 您好我是恩泰 周群 最近老是听到一些结婚闹洞房时发生的趣闻 好像今年是双春年 结婚的人特别多 明年是金珠年 如果生宝宝就是小金珠 这在这儿普及这封建迷信 都这么说 反正结婚是一个很喜庆的事 往往很多亲朋好友会在洞房花竹叶 这样一个喜庆的时刻去闹洞房 对其实现在闹洞房 我觉得有时候我去看过两次朋友的婚礼闹洞房 我觉得有时候就太过了 比如说这个新郎和新娘已经体力不支了 你想想新娘子穿着高跟鞋 从早上开始化妆 一直到在饭店门口迎候宾客 对 多辛苦啊 到晚上还折腾他们 太累了 各种游戏都有 有拿高跟鞋喝啤酒的 有这个 吃苹果 吃苹果是传统项目了 还有的是拿闹钟藏起来 其实每个人藏一个闹钟 每隔20分钟想一次 然后满世界就找哪来的闹钟 名副其实的闹洞房 一个体力活 闹洞房 闹钟闹洞房 但是总而言之 我觉得大家的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个时候是希望喜上加喜 增添一些喜庆的气氛 是一个快乐的气氛 不过我们接下来在月人无数环节提到一个人 他在洞房花竹叶的时候 却是郁闷不堪 他是谁呢 马上进入月人无数 月人无数 好 周庆来为大家翻阅一下今天的日历 今天是2006年的12月17日 今天是星期日农历的10月27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位人物 就是前面提到的在洞房花竹叶 这样一个应该喜庆的时候 却感到郁闷不堪的人 他的名字就是胡适 胡适是1891年的12月17日出生的 现代著名的学者哲学家思想家 他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新青年杂志编辑 北京大学校长等职 胡适是个孝子 他妈妈很早就给他做了主 与邻村的一位叫江东秀的女孩订了婚 在1917年 胡适从美国被妈妈叫回了中国 他妈妈谎称他自己生病了 胡适是个孝子 结果一回来一看发现原来是让他结婚 不得已还是进了洞房 他为了自嘲写了这样一幅婚帘 三十晚上大月亮 二十八岁老新郎 这个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 但是呢 胡适和江东秀的这段旧式婚姻 一直维系到了他世事 没想到他在做学问的同时 背后还有这样一些比较特殊的故事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1830年12月17日去世的 南美独立战争的领袖 波利瓦尔 南美洲北部地区的民族独立战争中 波利瓦尔呢是最为重要的领导人 同时也是整个拉丁美洲 反对殖民统治革命运动中最杰出的领导人了 他被授予解放者的光荣称号啊 他呀解放了整个南美洲的西北部地区 包括现在的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委内瑞拉 毕鲁和波利维亚等国家 毕鲁呢当时是西班牙势力最为顽固的地区 所以啊波利瓦尔是经过了艰苦的斗争 以巨大的代价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当时啊毕鲁东部被波利瓦尔解放之后呢 为了纪念他就把当地呢称为是波利维亚 后来啊波利维亚成为了一个非常独立的国家了 嗯 接下来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一位法国的著名演员 他的名字叫做德帕迪约 他是在1948年的12月17日出生的 生在法国 念完小学他就辍学了 当时经常在这个附近的美国的军事基地 贩卖那种黑市的香烟来挣钱 后来还干过很多其他的职业 比如说是酒贩子啊印刷工和船员等等 甚至有一段时间靠行骗过日子 可以说后来他做演员呢 他早年的这些复杂的经历帮助了他很多 我觉得他有点像大傻啊 大傻哥当年也是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啊 在1973年他25岁的时候主演了《漂流四方》一篇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位德帕迪约啊 1981年的时候德帕迪约一步接一步的推出立作啊 演绎盛亚的辉煌时代到来了 有一年他主演的电影 甚至是占整个法国电影的10% 而且这个票房成绩都非常的好 当时法国的一个比较大的电影公司的老板啊 高盟电影公司的经理就断言啊 今日法国影片的成败 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 德帕迪约是否会去主演 天哪对他寄予厚望啊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 有事天天说 有事天天说 周群咱们今天有事天天说的主题啊 就是在1903年的12月17日 莱特兄弟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 那是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试飞成功的 那个飞机的名字叫做飞行者一号 关于人类飞行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 我觉得最早是出现在梦想阶段 你像中国也好 希腊也好 包括是中亚地区都有很多这样的神话 随便举个例子啊 咱们中国古代神话和传说中的 嫦娥飞天奔月 七仙女 九天下凡等等 还包括天方夜坛里面的 王子不惜重金买了一个小飞坛 可以自由的飞来飞去 等等等等都可以表达 在人们还没有看到真实的飞机之前 会有一种幻想 希望自己能够上天 其实你说到这儿 我倒想起了一个故事啊 说的是14世纪末吧 在我们明朝啊 有一个叫万户的 非常勇敢聪明的木匠 他呢就梦想着 自己能够飞到天上去 于是他到集市上去买了 47个土火箭 在当时已经是最先进的土火箭了 然后呢 连同一把特制的椅子 绑在自己的腰间 双手啊各持一个大风筝 他希望呢借助这个火箭的推力和风筝的生力啊 能够让自己飞到空中实现自己的梦想 全部都安好了这些装备之后呢 让自己的仆人拿着火把 开始点火 点火之后啊 果然是飞上去了 但很快又栽了下来 结果是剑毁人亡啊 很遗憾啊 梦想也没有实现 结果人呢还白白的死了 不过好像 现在月球上有一个环形山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吧 叫万户环形山 其实啊 美国的科学家 包括这个很多国外的人都非常崇敬他 把他誉为是非天之父 还曾经四次上过国外的邮票 但是呢 就是这样一个英雄 在我们中国呢 却好像不为人知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包括这个万户的名字啊 也是音译过来的 到底是叫王虎 还说万虎 其实现在都已经很难查到了啊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当中 都是成者为王败者扣 既然没有成功 他的名字呢 也就慢慢的被人淡忘了 甚至啊 也不想去提及了 但是在西方人的眼中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 因为他尝试过 虽然失败了 但是他勇敢的努力过啊 对于今天我们来说呢 我们说到这个飞行的时候 会提到莱特兄弟 但是在莱特兄弟之前 甚至之后都有很多人 是要在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里 跟大家共享的 比如说公元1495年 意大利的达芬奇呢 就研究了鸟的飞翔 还设计了飞机 给大家看一下他设计的图啊 这叫单人扑翼飞行器 通过机械杠杆的作用呢 不光用手 还可以用脚挥动自己的翅膀 这是现在的人们呢 按照当时这个达芬奇的想法 做的一个还原的模型 对 恢复的一个模型啊 他是用手和脚 同时带动翅膀 手脚并用啊 好 再来说说1874年 德国的飞行家李林塔尔 制作了装有蒸汽机的 羽翼飞机 这位就是李林塔尔 结果呢也失败了 这是他设计的那个飞机 后来呢他开始了滑翔机的研究 1896年的时候呢 他成功的滑翔了350米 这年的8月份 他在空中滑翔的时候坠机了 也是非常遗憾 为了自己的梦想献出了生命啊 其实还有很多 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 因为时间有限呢 我们就不一一给大家例举了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 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实现人类飞入天空的梦想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啊 嗯 那么多的人做过实验 都失败了 为什么丹丹莱特兄弟成功了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详细说 垂直1080像素 完美高清呈现 07版9系列 日历全新高清党离子 璀璨登场 黑特奇 这里记录着你熟悉的人物 但不熟悉的人生 这里揭秘了你知道的历史 却不知道的细节 翻阅日历杂志 惠及每月风云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开始看车 计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